中南海驚魂时刻 习近平坐立不安 俄恐突然瓦解 捕经政治生命 进入倒计时 莫迪访美 现罕见之举 中共正处最危险时刻 中共升级言论前置 高校院长批评权力乱象 遭封杀 该地惊现食脑虫 病亡率高达98%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玲 在乌克兰发动反攻俄军步步退缩的背景之下 上周末 瓦格纳发动了兵变 分析指出 此事件不仅从军事上吹响了欧战争结束的号角 同时也在提醒中共领导层一个残酷的事实 即使消除所有的反对者 但那些表面忠诚的寡头们 却很可能在蜜蜂的条件下寻找并利用当权者的弱点夺权蹭位 美国之音引述评论指出 现在中共领导层最担心的 不再是只有所谓的格巴切夫或叶利钦士的人物 还有他们身边所有貌似忠诚的心腹重臣 这些人如同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对中共领导人来说 所有人都可能是隐藏的两面人或潜在的叛徒 这才是中共极权体制最大的威胁 同时外界还关注到 在中国报道的俄内战新闻视频评论区内 出现了让中共非常胆寒的一幕 不少网友一起洗板天门 视频人周晓辉指出 这昭示了民众内心的盼望 在北京具有象征意义的天门广场 或者毗邻中共高层所在地中南海 同样可以发生兵变 推翻欺压在人民头上的中共政权 另外 在中共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的微博发文评论区内 网友们还展开了军队是党的还是人民的大讨论 周晓辉认为 这样的讨论 其实就是在探讨共军是否会有发生兵变的可能性 共军是否能一直保证党指挥枪 可以说 瓦格纳的兵变触发了北京的梦魇 及政变的危机 现在的局势 对习近平来说 可以理解为是 中共攻打台湾的成本又增加了 今后 当习近平翻阅军中将领的花名册时 可能会惊奇地发现 每个人看起来都有一点像普里格金 时政评论员王友群也认为 俄罗斯的惊天一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上天给予习近平武统台湾上了最生动的一个 近些年来 中共的一些极端势力一直在鼓动习近平 在台湾冒险一搏 以武统台湾建立所谓的历史功绩 网友群认为 上天为阻止习近平在台海犯下弥天大错 让习借目睹普京入侵乌克兰陷入执政24年来的最大危机 不知习近平能否从中吸取教训 在瓦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格金发动快闪兵变以后 各国都在分析情报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普京的政治生命可能已经进入倒计时 俄国恐怕会出现突然瓦解的情况 26日 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在访问立陶宛期间表示 瓦格纳兵变已经显示出普京入侵乌克兰是个错误 立陶宛总统脑塞达也在记者会上指出 兵变事件彰显出克里姆林宫政权的不稳定 未来还可能出现类似甚至更大的挑战 它示警瓦格纳集团转往白俄罗斯以后 可能成为另一个影响区域安全的因素 《泰伍时报》稍早引述英国政府高层的消息来源指出 现在必须做好准备 面对俄罗斯突然瓦解的可能性 因为就连普京都把周末的兵变定调为混乱时期 这个词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指的是1584年恐怖的伊凡大帝离世以后 那段无法无天无政府的时期 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则认为 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正暴露出其脆弱性 军力也在崩溃 像俄罗斯这样的拥和大国 一旦陷入政治不稳定阶段并非是好事 面对核武威胁 乌克兰军事情报总局长布达诺夫更是告诉英媒新政治家 俄罗斯已经为随时炸毁扎波罗热核电厂做好准备 乌克兰情报局甚至确定俄军早已将装满炸药的车辆 转移到6个和反应堆中的4个随时可以引爆 另据BBC报道 前苏联格别屋官员尤里·施维茨表示 目前普京在俄罗斯的影响似乎已经接近不存在 在叛乱发生以后 随着强人形象的崩塌 国内势力平衡失败 其所建立的权力网络也将随之消逝 媒体人士板明夫指出 从某种意义上讲 普京的政治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俄罗斯即将进入后普京时代 另外 俄罗斯的下一次总统大选是在明年的春天 普京不再连任的可能性骤然升高 日前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国 分析指出 印美关系正在全面升级 中共已处在最危险的时刻 路透社报道 白宫为欢迎莫迪铺上了红地毯 在南边草坪明放21响礼炮 莫迪还与拜登总统私下交谈两个多小时后 举行联合记者会并且发言 外界指出 这一举动非常罕见 因为莫迪2014年上台以来 即使在印度 也从没有在记者会上发言 2019年他出席了一次记者会 但是不接受提问 拜登与莫迪在联合记者会上宣布 将在半导体关键矿业 技术 太空合作 国防合作 以及销售领域达成协议 这些合作中的一部分事项 其目的在于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 以减少对中共的依赖 另外两国还宗旨了在世界贸易组织中 六项悬而未决的争端 同时 印度取消了对美国商品的部分关税 报道说 尽管两国不是正式的条约盟友 不过 华盛顿希望新德里成为 制走中共的抗衡力量 虽然两国领导人都没有在官方声明中 直接批评中共 但是都提到了北京政府 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认为 每一两国抱持的目的是 美国要加强与印度在南海地区的军事防卫的合作 因为美国已经警觉 南海是非常敏感 而且极可能爆发美中冲突的危险地带 所以现在美国积极要与印度进行合作 形成一个完整的围堵框架来对付中共 宋国成还表示 中共现在已经面临整个亚太 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 美国重建印太北约之后的一种全面的围堵 所以他认为中共正处在历史上的一个最危险的时刻 近日一中国高校院长在毕业典礼上致辞 批评当前社会的权力乱象问题 引发娱乐轰动 然而他的致辞很快就被封杀 6月21日下午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 叶敬忠在学院的2023年度毕业典礼上发表题为 在权力的包围中不要熄灭 真善忍的光的毕业致辞 在致辞当中 他批评中国社会在权力运作下的各种乱象 如强行变马 直属维押 退离还耕等 叶敬忠提醒学生 在你们离开校园 进入社会之后 将立刻感受到权力的无处不在 甚至是无所不能 但是 你们要在权力的包围中保持清醒 他很担心 学生们会在权力的包围中 入乡随俗 叶敬忠还表示 面对权力的包围 人们或许会因为眼中只有权力 而忘掉人民 或因为权力的无所不能 而忘掉真理 这样的世界并不真实 这样的社会难言善良 这样的人生也并不美丽 他希望学生们 能够保留装在脆弱外壳里的 那颗真善美的灵魂 保持向着真善美的那素光 自由奔跑的勇气 即便拴了一跤 也可以面带微笑 他说 你们的奔跑 或许可以让更多人获得平等 让更多人享有自由 让更多人得到尊重 不让虚假蒙蔽真实 不让邪恶取代善良 不让丑陋压制美好 夜镜中这篇毕业致词 引起舆论的关注 大陆网易 澎湃新闻 搜狐 知乎等多个媒体平台 纷纷转载 但是文章很快就被删除 记录媒26日报道 日前中国经线食脑虫病例 可怕的是 食脑虫一旦进入人体 会引发脑炎 现在暂无特效药治疗 致死率可达到98% 近日中国贵州的苗女士 在网上持续记录自己的孩子小丁 感染时脑虫生病就医的经历 据悉 今年的6月初 她带孩子前往海南旅游 结果在海边游泳之后 孩子持续十多天高烧不退 之后孩子甚至住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6月21日 医院诊断孩子患有急性化弄性脑膜炎 并且出现持续癫痫 中出性呼吸衰竭 致气管肺炎等症状 医院甚至已经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称病情随时可能进一步恶化 危及生命 苗女士指出 害孩子变成这样的是 沸沸阿米巴原虫 这是一种生存于热带和压热带的寄生虫 也叫做食脑虫 这种虫子存在于温暖的水中 泳池 江河 还有森林里 腐烂的树木 叶子 淤泥 沙子里都有 全球70亿人 总共才200例左右 中国也才有几例 她还提到 孩子状况非常不好 拔掉呼吸机 不能自主呼吸 她之所以将孩子的情况写出来 是希望其他宝妈能够提高警惕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